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报道了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舟被刑拘一事 相关案情披露之后 昨天下午中国记协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声明 称陈永舟的行为严重违反职业道德 严重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 严重损害新闻媒体的公信力 新快报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连续发表多篇失实报道 严重失职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职责 新闻战线要坚决杜绝有偿新闻 虚假报道严厉打击新闻敲诈 切实维护新闻工作者的良好景象